这些讲座是去年冬天在纽约举办的 其目的是向大家展示物质和意识的科学研究 从而让听众可以观察到物质的科学和意识的科学 是有其共同的展现形态的 而且在相继的较高等的存在状态之中 也遵循着特定的基本规律 这样一来大家就可以意识到进化过程的普遍性 以及进化的真实存在性 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意识拓展的本质 还有全人类走在意识拓展的道路之上的本质 因此这些讲座 旨在对生命法则和人类发展规律进行更详尽的研究和应用提供基础介绍 生命法则和人类发展的研究通常包含在密法学一词当中 可以看到这个系列的讲座有些重复性的内容 因为每堂课都简要地回顾了之前课程当中讲到的内容 而且在这系列的内容当中 每次讲座都会有新人加入 因此有必要在每次课程开始之前 去提供以前课程的内容概括 以及所采用的一些前提还有说明 这样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让读者在头脑当中 巩固住这些对大多数来说 比较新的基本概念 这会帮助他们理解 并且接受该主题之下 内容的进一步拓展 在以书的形式来展示讲座的内容时 保留了当时讲座所使用的完整文本 对于那些已经学习深奥智慧的学生来说 他们会比较容易的 跟随这些课程的逻辑脉络 不过对于那些第一次接触到 这里所探讨内容的人来说 对基本知识点的偶尔重复 会帮助他们进行理解 这本书面向的读者 主要是第一次接触这些知识的人